大家好 我們今天因為 總統青春故事館 我們就開館 那這一館就講憲法 那我們就找到賀德芬老師 來跟我們上憲法課 沒有 大家不要害怕 我們不是真的要講憲法課 只是基本的我們兩個法院人對話 賀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雖然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沒有有幸上過您的課 可是我們其實從台大法院人的角度來出發 看看論文 看現在的憲法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淺出 不要講那麼嚴肅 可是基本上要帶到啊 大家應該有基本的憲法概念 憲政概念嘛 對不對 那我第一個請教老師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時間回到2019年的8月 其實從去年到現在其實也蠻折磨的 現在6月了已經10個月了快一年了 你受了很大的各種壓力 那如果回到去年的8月 你還會挺身開記者會嗎 那更會啦 因為要謝謝你嘛 把很多居性迷的資料 證據都找出來了 那就更確信了 那個時候我是 因為大概5月4月就是有資料進來 然後就開始懷疑 那我就秉持一個信念 就是憲法上言論自由的信念 那言論自由你知道509號解釋 或者美國的那個 蘇利文的那個 那個Visor Times那個case 這就是說對公共人物 你只要有合理的懷疑 你就有責任去提出質疑 那他有義務要去回答你 我就很單純 我就是秉於這個憲法保障 然後言論自由 憲法上面要監督這個執政者 有權利者 是我們做公民的一個責任 所以我就理所當然啦 當然我有了資料 然後我自己已經在學界一輩子 所以我當然很清楚這個流程 或者他應該有的一些規格 都很清楚啊 可是當然是各方的這個壓力就來 就是說這明明有啊 那我很單純以為 這個絕對是有問題 那經過林環牆 他又去親自到那裡去 那個這個中間 因為我們是每天幾乎到聯絡了 然後就說你今天寫信給誰 回信是什麼 所以我大概是在6月的時候 看到了對SE他回信說 如果補發這個證書的話 他的簽名一樣 跟原來1984年的校長 一模一樣的 就是那個就copy下來 不是由說2015、2011的這個校長 來簽名的 就很明確的是一個證本進來 證書的這樣的一個發給 是當界的那個校長要負責任啊 他絕對不可能是用其他界的人 去承擔這個責任嘛 而且校長留下來是簽名式 簽名式 所以那根本也不是說 找到原來那個校長再簽一次名 那個是依固定的 所以他要補發一定是把過去的檔案 再來print出來 那這個中間實在是非常有意思 因為6月10號、11號的時候 李宗志跟王電宇就在他們的臉書上公布了 其實我心裡當然一定要去求證嘛 雖然說我有合理的懷疑 那我當然希望證據能夠更齊全 我才能夠比較理直氣壯嘛 所以就發現 後來發現這個簽名是 是後來跟20幾年畢業的學生的畢業證書一比啊 那個簽名是20多少年的那個 可是我們不敢講 因為講的話他一定會說 我這是補發的啊 我是2005年去補發了 2011去補發 所以我們都不敢把這個消息外洩 所以一直等到去寫信給LSE LSE那個證書辦公室 就親自回信說 裡面一個字都不可以改 一定要找原來1984年時候的那個 YS Chancellor的簽名 那個模式裡面的那個 所有的文具都不能動的 那個時候我就很確信了 就很確信 他這個王定宇跟李宗志 所剖傳那張是假的 因為先不敢發他們 我們就說他一定會說我是補發的 所以我先把這張東西拿到手了之後 我才敢去說 因為這個已經 NLS已經有這個聲明出來了 所以我確定那張是假的 所以我們就還原 當時老師你就是 形成新證的這個過程 當時沒有我們後來這幾個月 所查的這麼多的資料 可是光是從證書的形式 就可以知道說 蔡英文連去偽造一個證書的能力都沒有 必須這麼說 因為你要偽造證書至少要跟當時一樣嘛 那因為他手上沒有證本 沒有真正的那一張真正的東西 我插一句話 我就發現他真是無德無財無能 無知到極點 所以他連要去做假 他就我覺得是他個性很粗帥 因為他是做個大小姐慣了嘛 要什麼有什麼 所以我就要一聲令一下 你下面跟我去做 你就是要幫我做好 所以他大啦啦的性格 所以你看看他連去 自己再check一下 他都不願意去做 所以錯誤百出 他連這個能力都沒有 那他個性很粗帥 很粗帥 比如說他在2016去就任的時候 他連那個宣誓的事實 他都可以隨便亂列 所以我發現他其實是真的是無財無德 他完全是也不care這些細節 他覺得你們都要給我處理好 就交給人家去做 然後這些下面的人也沒那個經驗 而且很草率 都不曉得你其實做假 要做得像一點嗎 那太離譜了 所以我覺得是幸虧你們去把它 一個一個都挑出來 那我自己有時候 我也很不賴翻這種自為末節的事 那我就認定是的 那我也沒想到說 我認為在法律依據上 我是有權利要提出質疑的 所以您發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 其實你去找過林遠哲前院長 然後當然我們後來知道說 找出來就是 林遠哲院長在2007年的時候 就是LSE的那個48萬英鎊 到位前的一個月 真的是整整一個月 因為時間就是2007年的7月1號 他在台北 跟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杜正盛 還有王思福 就是那個所謂的LSE 台灣研究計畫的那個主持人 那他其實蠻常在台灣的 他一段時間一直在台灣做田野調查 而且王思福的研究的內容呢 就跟思芳榮是一樣的 就是傳統的廟宇啊 音廟啊這種東西 女兒廟啊 可是這種東西他們認為代表台灣文化 然後要用這個東西去跟中國 要去PK他當時的孔子學院 我覺得其實那個都不關緊要 你說什麼研究那只是一個幌子 他其實就是一個台灣在那邊進行一種 我們也可以講是一種統戰啊 台灣對在英國的留學生啊 或者是這些做一個統戰 他是一個非常基地的一個單位 他是安置那個單位 你記得嗎好像是去年的4月的時候 林非凡還飛到那裡去主持了一個 台灣問題的研究 還從台灣去了很多個教授 我那時候我看了林芳梅的臉書 他很得意啊 就參加倫敦大學LSE的這樣一個 台灣研究的program 然後他居然看到了他心目中的偶像林非凡 他還在上面這樣子寫 所以我認為那個根本就是 長期不見在那裡的一個對外單位 好那我們就這樣講吧 所以王師傅是這些人在英國的幫辦 很多耶 我們在美國每一個城市 其實都有跟台灣關係比較好 比如常常來台灣訪問 然後他對台灣 收台灣的留學生的尺度特別寬 寫的題目甚至哈佛的那個 那個馬英九的老師 跟台灣關係多好啊 李秀蓮他們都去都很容易拿到學位 所以台灣其實在這方面是花了很多錢 比如說連戰也捐了大筆的錢給芝加哥 我們的錢就是這樣花出去的 所以回到那個時候我很單純 我想這個是他自己作家 那LSE只要出面澄清的話 就大事都解決了 就不會那麼複雜 所以當我拿到這封信以後 然後我第一個就想到去找李遠哲 因為李遠哲元旦是你記不記得 他發那封四大佬公開信 那個之前他有跟我談過 談得很詳細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就是從前年的十一月的 那個九合一選舉大敗以後 真的非常失望 那李遠哲跟蔡英文之間的互動非常不好 所以他就那個時候就是希望我們也一起出來 他要準備寫這封信 要蔡英文就是善讓 善讓認知你不要出來了 因為會敗 因為那個時候很慘很慘 那個什麼支持度低到不得了 然後整個氣氛非常低迷 大家很難過 所以他就要發那個元旦那封信 就你看 我覺得整個蔡英文的整個風格的批變 是從那天開始元旦開始 那他就是 所以上次我在另外曾苗紅那裡我就說 其實他沒有什麼報恩的 政客從來不會報恩 他只會施恩 你施了恩你一定要回報 我為什麼要對你施恩 當然有好處 我們利益是相結合的 你想想陳隨扁也好 李遠哲也好 都是一手提拔他的 真的 可是李遠哲後來 我覺得李遠哲很可愛的就是這樣 他有反省力 那之前都沒有反省力 李遠哲有反省力 他是覺得 立志大敗以後 他認為蔡英文應該下來 應該讓位子 否則的話在大選的時候 一定會很慘 他沒想到蔡英文的手段 到後來是發展成這樣 所以他還是真的是一個很誠懇 而且他一心為台灣好的人 所以有過那次互動以後 當我拿到這張證實說 那個王定宇他們破的那個證書 是假的的話 我就去找他 我找到他的目的 有人說這個LSE一定不知道 有人在外面這樣招搖撞騙 而且這個招搖撞騙 還是貴為一個國家的總統 所以這個當然是 如果LSE的Vice Chancellor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跟林環強講 你如何如何 要跟他們直接聯絡上 不要跟下面這些人去打交道 結果就連絡不上 他就去流話了 就是說那個是暑假期間 他們的人去度假了 後來當我六月多時候 拿到這個證明他是假的 然後我就去找李遠哲先生 我說請他寫封信給LSE的最高層 請他們出來說明一下 我覺得整個問題我們都解決了 我也不希望這麼紛擾 我只希望求得一個真實真相 李先生他當時是不肯答應 他說沒有什麼用 他一直強調沒有用 他說不會有用處的 我還在他的這個辦公室裡 我說你看別人的證書是什麼名字 他1983 我們還去調出來 我們兩個一起上網去調出來 1983的那個Wise Chancellor 叫什麼名字 為什麼他的證書是另外一個名字 是20多少年的 我們兩個還一起查 他也就是這樣的情況 可是他說他 他認為寫信沒有用 沒有 他不能寫 他說沒有用 他的判斷後來證實是真的 我想他判斷是他應該心裡有數了 我是以你 因為我們去寫他當然不理我們 我甚至那時候也跟你商量 我想找律師寫純正信函給LSE 我覺得那是一個法律上必走的路 如果是LSE能站出來澄清 也還了LSE的一個聲譽上的清白 這個事情就水樂是出 我真的那時候完全沒想到 他們動作到LSE全部都可以變成一個共犯結構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李院長信裡有數 信裡有數 所以他不肯寫這個信 我也沒責了對不對 所以 可是在後來到8月的時候 要自己去調查 因為我在LSE待過一年 在劍橋 那我也是做自產權的 所以LSE有一個老師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就會常常去跟他聯繫 常常找他 所以我說那個時候我也在啊 那就剛好這個世界 1984年的時候 1983到1984 正好我那個時候就在英國 我覺得不可能欸 我真的不可能 我覺得他那還是真一個 蠻崇高的 我們很仰慕的一個學術殿堂 100多年 而且他在世界排名 人文社會科學 所以他很支持左派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先進的一個 潮流的一個所在地 所以急切對那個那樣的 是蠻憧憬的 所以我也常常進出他的租書館 所以怎麼都不想到 然後連這個都能夠備收買 後來經過你們證實了 那就更確信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也跟老師還原 就是說 當時為什麼第一時間 他會有這樣的一個新政的行程 以及確信 然後我們當時其實也討論過了 可是其實在那個時候 在八月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內心是沒有確信的 因為我怎麼樣就是覺得說 倫敦政經有必要嗎 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我真的是覺得不可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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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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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